好 咱們看這一題喔 題目說在數線上面請你標出來 所有絕對值小於6的整數 好 這個題目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來畫起來 整數兩個字拔圈起來 什麼是整數知道嗎 整數就是1 2 3 4 5 還有負1負2負3負4負5 還有個0 所以旁邊寫上去喔 因為我畫文就不知道 整數包含三個部分喔 正整數 對 包含了正整數 負整數 還有負整數 還有0 對 還有個0 那正整數指的就是那個1 2 3 4 5 負整數就是負1負2負3負4負5 好 然後你注意聽喔 所以考0喔 0算正整數還算負整數 0 都不算 他算的是整數 0就是自己一個 這樣子聽懂嗎 0不算正的喔 好 那你會了之後咧 來 我們看這題目怎麼做 正數 他要你把它標出完對不對 標一下吧 好 第一件事情 當你在畫書寫的時候呢 老師 學老師應該講過喔 對不對 應該要先畫箭頭喔 對不對 然後呢 0標一下 好 請看一下喔 絕對值小於6的有幾個 小於6的 1 2 3 是不是有 4 3 2 1 11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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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然後除此之外 0也可以吧 負1是不是也可以 對啊 為什麼 因為負1的絕對是多少 負1的絕對值 1 好 一起再追 負2 負3 負4 負5 負6咧 不行 為什麼 因為負6的絕對值是6 所以答有幾個 1 2 答有11個 但是你注意聽喔 考試是要你標出來 所有絕對值小於6整數 所以這個就當答案了 題目如果問你說有幾個 那你當然會答他11個 但我要講的重點是 為什麼這個題目 我要你把它記下來 會打10個星的原因 是因為 你看到沒 這邊的整數跟這邊的那個負整數 正整數跟負整數是一樣多的 這邊有幾個 5個 這邊也有5個 外加0這一個 總共幾個 11個 因為這是第一題 簡單的題目 下一題要把故愛問你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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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看一下下一題怎麼題目怎麼做 來 你真的先把他寫上去 好 好